2月4日中午,有网友晒出自己在洛杉矶步行街,偶遇吴奇龙刘诗诗的照片并配文道,在LA的步行街遇到吴奇龙和刘诗诗,可是他们并不想理我。 照片中,吴奇龙反戴黑色棒球帽背着绿色包包,牵着刘诗诗的手,走在茫茫人海之中,看上去十分恩爱。 4日中午,有网友称,自己在洛杉矶的步行街上,偶遇了吴奇龙和刘诗诗并晒出了照片,因为当地时间是夜晚所以天色降暗。 吴奇龙背着绿色的背包,反戴黑色棒球帽穿得十分休闲,与刘诗诗诗只紧扣走在街头,看上去十分恩爱。 刘诗诗小时候家人曾主张让她向袁阔诚学习评书,袁阔诚认为,女孩不适合说评书,建议她学舞蹈、表演。 母亲又喜欢芭蕾,于是她六岁便开始在中央芭蕾舞团业与舞蹈学校学习芭蕾舞。 计划诗 gew McC文 peg蛇舞团业 Psalm